大家好,一牵一头犬,我们今天继续拍 今天的主角是金尼斌 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当然你不要认为他一直都这么安静 他的安静只限于跟我共处一世的时候 平时呢,他是一个性格非常爆裂的狗 这个狗呢,首先说一下他的父母 米罗鼠跟开洛金 他是罗宾的孙子,洛迪科的外孙 然后我每次直播的时候背景的那两个狗 就是他的父母 他是米罗鼠跟开洛金 第二窝我自己流出来的当中 第一窝流出来的是金属T 年龄呢,应该是16年的狗 应该是16年的狗 具体呢,我得看重书 这个狗呢,尖高66 他的颜色是遗传洛迪科那种红亮 不知道大家现在看能不能看出他那个红 应该是夏天的时候毛色是最红的 洛迪科是个红马 你要知道法国人用三分之一的后代 几乎都是洛迪科的后代 然后基本上也是以这种红颜色的狗居多 而金米冰呢,我之前就说过 金米冰是我见过所有麻犬当中颜色最红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见过颜色最红的金米冰 冬天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对比一下那些降红马,暴红马 是吧 一目了然 这狗呢,性格在我这 在我这,面对我的时候是非常安静 非常服从的 但是当面对外界压力需要你护卫的时候 是吧,他的性格是非常爆裂的 但是我今天我自己我没法拍 是吧,有时间的话 或者说是你之前看过他的视频 也都知道这个狗这个尿性 它是在我这,是我繁殖这么多狗当中 挨揍最多的一个狗 为什么挨揍最多呢 是因为它咬过我很多很多养的这些动物 鸡啊、鹅啊 包括那个羊啊 它挨揍最狠的那次就是咬羊 又被我揍的那实在是不轻 但是完全是没有说是表现出来那种害怕 或者说是畏惧那种感觉 还是很淡静还是很从容啊 所以说就是非常投铁的那种狗 看,非常的安静啊 反正过来,过来 过来 嗯,好哥 尖高的66 并没有说并没有金书尺那么高 比金书尺矮一点 但是它这长相好看啊 是吧,颜值好 它是个圆脑袋小耳朵 哦,在这里插一嘴啊 很多人都说罗宾后代的耳朵都小 但是罗宾的后代耳朵 他只是相对来说小 他不是绝对小 金记的后代绝对小的是谁啊 绝对小的是圣侧 圣侧的后代是 耳朵是绝对小 而他妈,开洛金 开洛金是圣侧的外孙女 但是开洛金的耳朵是非常难看的 开洛金那个狗是非常好的狗 瞅就瞅在耳朵上 开洛金的耳朵非常难看遗传了谁 遗传了洛基科 是吧 也就是有的是那一套路狗的耳朵 会出现那种情况 就是不太好看 是吧 它同窝当中有一个狗 就 就长得就跟开洛金似的 所以说是 就有点丑不太好看 这个狗啊 第一窝当中流的金属气 接二窝流的它 都流的很好 属于源头小耳朵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狗 你看 是吧 你养这些猛犬也好 什么犬也好 你必须得让它知道谁是老大 是吧 面对你的时候 必须表现出臣服的样子来 不能说是巧兴你 给你争夺地位 你那还 那还行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呗 这狗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毛色 老色显得很干枯似的 来 快 快 尾巴不是那么自然 狗的神情 狗的内心能通过尾巴表达出来 你看它尾巴 不是面对我 它肯定是 多少尾角 哎呀 怎么你尾角无济自容 还是怎么这么安静 过来 过来 嗯 好 好 好 哎呀 也老了 不是以前那个小狗了 你看 嘴巴都白了 好 来 立起来 都给大家看 啾 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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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